这条靓女第98次留下鼻血 下一秒她貌似被千年老坛给枪住 不要钱的空气都开始吸不上来 将旁边的闺蜜给吓尿了一地 下一秒靓女面部表情发生了变化 哇擦 她喵的原来是一场恶作剧 而刚才流的鼻血居然是番茄汁 就在靓女觉得自己是个大聪明之时 紧接着她的身体就开始不停颠来颠去的 找了个比较帅的姿势扬倒在沙发后面 闺蜜瞪大双眼上前查看 只见靓女双眼泛白口吐白目不停颠 闺蜜被吓出你手机里第三个表情包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靓女又一次成功骗过了闺蜜 这次她为了装出逼真的效果 还特意憋出了两斤的童子尿 看到闺蜜小心脏都要跳出来的样子 靓女简直兴奋到了脚底 下意识将闲珠手轻轻拍到桌子上 哇屌 靓女直接把没喝完的老白肝往上倒 把闺蜜都看得压麻呆住了 可靓女又再次笑得有鼻不见眼拿出假手 自己都被自己的演技给征服了 这个神神兢兢的靓女是条嗨妹 肚子里有屎在滚的她准备去厕所大拉一场 可当她路过电视时电视却自动开机 嗨妹看到这诡异的一幕时都被吓了回去 还叫闺蜜西施赶快过来看看 西施觉得这次肯定也是恶作剧 嗨妹只能手软脚软上前将电视关掉 可当她转身不到三秒 电视又再次闪起了雪花 瞬间把嗨妹的脸都给下摆了 这次她干脆把电源插头都给拔了下来 可转身还没走出两步路电视再次自动开启 电视的古井里冒出来一个阿飘 嗨妹以为是闺蜜给自己放的恐怖片 于是就准备坐下来好好欣赏 当她再次回头看到 电视机里居然流出不限量的山泉水 还没等嗨妹反应过来 有只阿飘好像要从电视机爬出来了 嗨妹见此连忙坐在了沙发上 不停感慨着电视3D裸眼的效果真不错 只见阿飘慢慢挺直了腰板 倒出脑袋里多余的山泉水 这让嗨妹瞬间火大火大了 下一秒阿飘使用传统的手法朝她逼近 嗨妹见此急忙呼叫支援 西施这次听到也装作毛友听到 事已至此嗨妹也只能靠自己动手 阿飘瞬间被摔得四脚朝天 她再次发起进攻却被嗨妹顶住脑袋 嗨妹见此将手伸高扭了扭腰 直接扑通一拳 阿飘虽然屁股摔得有点痛却完全不锁 没想到却被嗨妹恶狠狠一顿蹂躏 阿飘做阿飘多年也没遭受如此耻辱 于是她放出了自己的大绝招 就在嗨妹驶出乌影角的那一瞬间 直接被阿飘飞毛腿给击飞了 西施终于感觉到了不对劲 她来到客厅撩了又喵毛见到人影 当她颤颤巍巍走到沙发边上一看 这条靓女死得实属有点诡异 原来刚刚她看到了一只阿飘 很明显嗨妹是被吓死的 嗨妹的母亲告诉西施 自己的女儿死前买过一盒录像带 为了查找出事情的真相 西施马上就闪现到别墅里找到录像带 播放录像带时发现 电视机里面有只有点丑的靓女正在梳头 随后又看到靓女跳下了坡 好在一根老树叉接住了她 就在西施看得正入神之时 大哥大在这关键时刻想了起来 对方亲身告诉西施 他一个礼拜后就会母游 这可把西施给吓傻了 急忙把这件事跟同学们说了 小白给他介绍了山外山的风水坡 西施就急急脚闪现到风水坡的别墅里 进门后他让西施小心花瓶 还没等西施反应过来 下一秒他就被花瓶砸的脑袋嗡嗡嗡的 很明显这个风水坡是有点东西 西施回过神来将录像带拿了出来 打开电视后看到一个万米灯塔 看来这个就是解除诅咒的关键 紧接着就闪现出来一只阿飘 他的鼻子上还有一只乌银 抓出来后一放手又飞了回去 风水坡见状顺手拿武器拍了上去 下一秒阿飘直接吐了两斤灵魂液体出来 把风水坡给整个火大火大的 下一秒他用力抓住阿飘的脑袋 恶狠狠地进行猛烈的输出 好在光明顶上前毛手毛脚拦了下来 但这样风水坡根本就不过瘾 还上前扯下阿飘二两的头发 光明顶在旁边根本就拦不住 风水坡还是用砂锅大的拳头砸了过去 阿飘就这样晕倒在了电视里 西施回到家里看到 自己的大侄子小帅也接到诅咒电话 为了查找到事情的真相 西施回到别墅就开始查询灯塔的秘密 最后成功找到了灯塔的位置 里面还住了一个青年老头 原来电视里的阿飘是他收养的女儿真子 由于他从小就有点颠颠沸沸的 不但把家里的蟑螂蚂蚁全部杀死 还天天出去抢老太太的两毛钱 就在一次抢钱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 真子掉进了一口上百米的古井里淹死了 此后诡异的事就开始不断发生 只要看到真子生前最喜欢的录像带 那个人就会被诅咒而领合烦 现在只有找到那口古井将他封死 真子才不会乱跑出来吓人 这天西施意外来到一个仓库里 发现这里居然跟录像带的房间一毛一样 看来这里就是真子被害的地方 这个中年女孩发现了真子的老巢 惊慌中他打翻了弹珠的罐子 下一秒大小不一样的弹珠聚拢在一起 西施意识到下面一定有宝贝 他很顺脚直接掀开地毯 拿起不要钱的斧头直接劈了起来 没想到古井就藏在地板下面 而真子也如气出现了 但西施却只感到阴凉却毛看到 不管他是往东看还是往西看 就算猛然一回头 依旧鬼影也毛有见到 突然真子的走位失误 挖掉 真子见状急忙一拳一个嘴巴 然后马上拿起祖传的铁锹就要朝西施砸过去 灯光却在这时一闪一硕的 经过短暂三秒的黑暗之后 真子拿出了杀手锏的武器电锯 西施也完全不示弱也拿出了一把 把真子都整猛逼了 回过神的西施才发现拿错了 真子见状兴奋的不要不要了 下一秒上千斤的房梁掉了下来 西施见此机会拿着铁锹准备表演两招 真子见大事不妙直接抓住了小帅 嗨仔也在这时急忙赶了过来 马上拿着二板斧就准备跟真子单挑 小帅见此害怕地抱住了真子 看来这次用武力是不能解决问题了 于是西施就开始念起了大悲咒 瞬间就让真子眼泪流流的 不仅放开了小帅还变成了一条靓路 真子说自己已经被赶化 以后再也不会随便杀人了 真子身后的门突然被打开 他就很顺脚掉到了骨井里面 原来是有条海老说要请他们吃宵夜 却意外把真子给困住了 嗨仔急忙拿了块石头封住了井口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就在西施跟嗨仔大喜的日子当天 他们准备开车去西伯利亚度蜜月时 差点就开车撞到了小帅 好在车子的刹车没有失灵 下一秒另一辆汽车急迟而过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